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溏心蛋的感覺 這個熟程度非常的好 煮意好煮意 我是煮打甜蜜有好煮意的 煮意哥哥 今天要來做一道告白料理 淡淡的幸福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來煮皮蛋 把它丟進去 皮蛋煮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它泡到冰水裡面 讓皮蛋冷卻一下 也比較好搏 這個就是肋脹 肋脹冷縮 你的皮蛋才會 縮起來 煮完之後呢 它就會有白色的 像這樣子雪花的造型很漂亮喔 Let it go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皮蛋切成丁 待會呢 要塞到蛋裡面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老闆我要再豆干 還有海帶 你今天這麼小塊不會煮熟嗎 不會 因為我們已經把那個 糖心的部分煮熟了 如果你沒有把糖心的部分煮熟 切的時候它就會變得 哥哥 土翼哥哥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處理雞蛋的部分 雞蛋這裡呢 它有一個氣勢 所以呢我們要把氣勢朝上放 通常我敲的時候我會稍微握住它 然後從上面敲 麻氣勢這個地方敲開來 接下來呢 我們用我們的小人幫手呢 把蛋殼我們剛剛敲出的地方挖起來 好 就像這樣子 挖一下 把它後面呢 挖出一個洞 你看一下喔 像這邊 中間有一個磨 我要把它挑破 欸 有沒有看到 記得不要把蛋黃戳破喔 下一個步驟我們要把皮蛋 塞到雞蛋裡面 那這個蛋殼呢 就是我們剛剛留下來的工具 讓蛋液呢 流出來外面的時候 它有地方可以承接 那我的小人幫手呢 也可以來幫我 把皮蛋推到最下面 這樣子呢 也不會刺破我的蛋黃 那通常呢 我差不多會塞 10到15個皮蛋丁 這樣子塞進去 也比較漂亮 其實料理好玩的地方呢 就是成品出來的這個階段 你會不知道它會成為什麼樣的形狀 那當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很興奮 這就是料理好玩的地方 接下來 我們拿出一張餐巾紙 把蛋殼外面 稍微擦拭一下 接下來 取出一張鋁箔紙 把我們的蛋蓋住 捏好 捏緊 讓我們的蛋液不會流出來 這就是我的鑽石戒指 現在趕快把它丟到水裡面去煮 我們就大約煮5到10分鐘 關火 接下來呢 冰鎮一下 泡到冰水之後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鋁箔紙撥開來 然後把蛋也撥殼 泡到冰水呢 我們可以讓蛋白吃起來 比較Q彈一點 而且呢 你手在撥的時候 比較不會燙 我要來吃我的蛋了 怎麼樣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嗯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溏心蛋的感覺啊 這個熟程度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喜歡吃熟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要多煮一點 讓蛋黃整個熟透 它就會變成很有嚼勁 煮意好煮意 歡迎留言加分享 訂閱愛時尚頻道 開啟小鈴鐺 獲得第一首料理資訊 好好聽喔 打斷 好看 你還真的唱啊 好想唱 待一下ね